开机开机快开机 这个鸭鸭鸭玩了 说你不信 手末居然遛不到60秒 作为场上唯一的男生 那就勉为骑男的鸭满就吧 这里本来打算用重球沉默一下几个 结果沉默了个寂寞 但还是唠叨了 虽然没国民 但也只能这样子 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请大家引以为鉴 好好学习 挂飞手末后 小提琴开始对我有想法 这是好事 毕竟成龙有快乐屋 杂技也有快乐传玩 杂技现在还是非常强的 当然前提是球用的好 利用每一次最远距离的跳远 拉开深距躲掉小提琴的音符 所以只要玩的好 可以在这个小船玩一辈子 说实话 这个球没跳过去 也是我没想到的 不过也牵制足够了 机子剩下两台 等队友再来就两次 基本就可以压好 说实话 虽然没搏命 但能无伤扯下来 昆虫还是挺多的 这次昆虫机制了很久 特意去抗了一刀 才把我扯下来 只要的话 我就拥有足够的时间拉开深距 手里的球也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此时的机子 才51也是我没想到的 但已经和监管拉开了距离 那就问题不大 继续牵制一下 到这里实在没啥办法挡下 本以为机子来不及 结果小提琴防了下压起身 错过了提起我的最佳时机 大心脏走起 直接拉开深距离 那现在只需尽可能的拖时间 给队友开门保银就行了 结果发现身后是地下室 果断跑进去 能拖一秒是一秒 最后当然就是理所应当的几天 只不过 没想到的是 他们也没跑着